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下来有点尴尬 好 有一种大明星的感觉 哈哈哈哈 来 请革在右边 這就是國務電視第七屆的新任董事長 胡言輝董事長 成立是改革的開始 是挑戰的開始 所以未來要做的工作真的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麼這裡未來很多工作 有很多是必須要文化部來協助的部分 但也有很多是要藉重我們董事長還有所有董事長的專業以及他們的努力 所以我想未來這個要做一些什麼 我想這個可能董事長去發表比較好 那我們就是被動的 需要做什麼 需要文化部做什麼 董事會提出來以後我們來盡力去協助 大概是在那個角色 那麼我當然是非常希望這個 我們的新的董事會 能夠建立很快的建立好的專業團隊 那麼讓整個工作環境 能夠把它穩定下來 然後一步一步來展開這些改革 公事屬於國民全體 公事是國民的電視 是大家的電視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能夠在未來把公共電視的這個協定 跟國民的協定 好好來加以實踐 現在因為已經是到公事來專職服務 無論基於我的時間分配 或者基於我覺得這樣的工作 不適合在類似的NPO組織在做服務的時候 那我想大概我目前做了一點姑娘 剛才提到這些組織 大概絕大多數通通要辭去 比如有的台灣視察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工作 坦白講因為校長天壯中 要付出的時間稍微多一點 這不太可能在這裡專職還去那裡服務 所以儘管是非營利的服務 沒有自領任何的薪水 所有的費用倒貼還要請大家吃飯 這個事情也沒辦法做了 我也只好跟他們吃料 那至於像央廣跟專家通訊社的工作 那我想當然也是要跟文化部 還有跟相關的兩個機構 要跟他們持續現在的工作